大家好,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10月4日 欧冠联小组赛A组第二轮,加拉塔沙雷客场3比2逆转战胜慢连 送给对手欧冠联两连败 赛后,加拉塔沙雷主帅奥检表示 这是球队第一次客场击败对手,对土耳其足球意义非凡 这场比赛我们打得非常好 我们没有害怕,没有退缩,我们赢得了比赛 这是一场伟大的比赛,我们很高兴在客场击败了慢连 我们现在积4分在小组赛中排第二 最让我高兴的是,一支土耳其球队在奥托福赢球了 这对土耳其足球非常重要 加拉塔沙雷是欧洲的征服者 加拉塔沙雷有欧战的DNA 这是我们第一次客场击败慢连 30年前,我们第一次击败慢连时 我曾因为受伤没有上场 这次我们很好的代表了土耳其足球 带着毫不犹豫的态度 我们的数据和它们很接近 这是我们在客场能做到的一切 最终,我们取得了一场重要的胜利 当你落后时,你就会想办法去努力取得进球 慢连是一支在攻防转换中做得很好的球队 但我们在正确时刻进球了 接下来,我们的目标是小组出现 在这里,我们代表着国家 感谢您的收听